我選擇在佛峰開咖啡店 我選擇在佛峰開咖啡店 是因為我非常喜歡這裡的陶瓷文化 一管池周堯風格的杯子 會讓我精心調製的咖啡 有一種千年搖火的文化味道 我叫陳玉琦 台灣台中人 喜歡咖啡的醇厚和歷史文化的博大精深 目前我在河北省寒鄭市佛峰礦區 建議了一家咖啡店 16年的時候 我入職了台灣一家咖啡公司 做起了咖啡顧問的工作 同年公司派我到馮峰礦區 指導一家咖啡館的落戶 裝潢咖啡技巧的培訓 那段時間只要有空 我就會讓陳丹帶我去逛老街 陶瓷器 因為我特別喜愛傳統文化 所以看到池周堯瓷器上的題詞和文式 就覺得特別有緣 也許就是因為這裡的文化 我發現自己喜歡上了這座城市 它的包容性很強 開店沒有繁瑣的程序和門檻 我們得到了馮峰礦區 就業服務中心和創客空間的支持 有了場地與水電的補貼 讓我們的創業順利了許多 富含池周堯特色的陶瓷小鎮自帶流量 我們的咖啡館出乎意料了成為網紅打卡地 很多人會到這裡賞瓷器喝咖啡 客流每天可以維持到凌晨 選擇來這裡創業是因為這裡有豐富的歷史文化 以池周堯的傳統燒製技術為核心 也在這裡認識了很多千年搖火的守護者 還可以親自收作自己喜歡的瓷器 這種被池周堯文化包圍的感覺特別好 蓬城街裡的龍盔牆 饅頭窯 翔堂山的石窟 還有撫陽河 那咕咚咕咚的泉水都令我流連萬返 畢店的時候我也會用自己喜愛的方式 尋覓並記錄著當地的生活 而且在這裡的生活很方便 一部手機就可以帶你到處去旅行 將自己喜歡的事情融合在一起 我覺得是一件特別有意義的事情 所以現在我會經常和池周堯創客們聚在一起 學習了解池周堯文化 希望能夠將自己喜愛的咖啡和池周堯文化融合在一起 青年創客的孟老師就根據我們咖啡店的特色和元素 設計了幾款手沖杯 文香杯 咖啡杯 讓池周堯的元素多了起來 現在創意咖啡廳在台灣越來越多 我們也製作了屬於池周堯的創意咖啡 讓自己的咖啡越來越有千年搖火的文化味道